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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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好,那我們現在來 進行一個小系列,叫 COT控制 那這個是其實蠻多朋友啊,在私訊我說 這個COT控制 到底是什麼東西,然後該怎麼做 那可能也有很多朋友 跟我說,可不可以再做其他的系列啊 那我跟大家坦白說,其實我做 這些影片啊 主要還是給我自己的客戶 那做參考使用的,所以呢 會不會有LC啦,會不會有 那個一項拳腳啊,甚至三項PFC啦 甚至更多的東西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不好說 就是我的客戶要什麼 那我就做什麼,那就是我的 主要是我的工作範圍嘛,對吧 好,那我們這個系列呢 給大家一個簡單的 介紹以及一些 重點的整理 那關於這個系列COT呢 第一個影片是什麼是COT控制 那講到COT控制啊 我們需要簡單的回顧一下 那在這個 電源的控制模式有分哪些 那我先把它簡單分成三個 第一個是 電壓模式 那既然是電壓模式 顧名思有,就直接控制我們這個 輸出電壓,對吧 我切換一下我的 我切換一下我的 我的鼻 那顧名思義就 控制我們的輸出電壓 那它的優勢呢 它的優點呢,主要啊 它是單一個回路控制,所以很直覺 這個非常的直覺 然後它的那個 這個 控制的這個 Ampitude的Ramp啊 相對是比較大的 但它的缺點啊 簡單的東西啊,通常缺點就會特別的多啊 首先 在相對,這只是相對的,不是必然的 相對的它的 這個回路的速度啊 這個回路的速度啊 相對於其它的控制方法 它是相對慢的 然後呢 它的輸出啊 帶兩個Po 就是這兩個Po 所以啊 它需要 那個 Type3 因為我們上次有 有叫過嘛 兩個Po 所以需要兩個Zero 去跟它對消 那兩個Zero 下面的Po 通常比那個Zero多 因為我們要在高頻的地方做 削減 所以這邊就需要三個P 所以就叫3P2Z 就所謂的Type3 我就這樣來的 就它的一個缺點 最重要的缺點是下面這一個 它的補償的game compensation的game 是完全depends on 這個Vin 也就是輸入的電壓 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整個系統 的這個爭議 所以相當的麻煩 相當的麻煩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也蠻常聊到的是 峰值電流模式 那同樣的 既然是峰值電流模式 顧名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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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直接需要把這個 電流 把它做補償 把它讀回來 我們這邊畫一下 這裡 這個地方IL 所以IL 其實是接到這個地方來的 所以外回路這個電壓 外回路這個電壓環呢 它主要是提供什麼呢 提供一個I reference 然後I reference 再跟這個IL 做比較 做比較 然後得到我們的輸出的PRM 所以它的控制呢 就相當的直覺 那我來把下筆擦一下 我說它的優點呢 它的反應速度 其實是快於 一般來說是快於電壓控制模式的 然後呢 它只有一個單個PO 你會想 雙個PO怎麼會變成單個PO呢 事實上很簡單 它把它系統切開 來 這邊是一個環 右邊是一個環 左邊的電流環 控制電感 右邊的電壓環 控制這個電容 的那個充放電 所以變成兩個 把你把兩個PO拆成一個PO 應該說拆成兩個一個PO 這個中有一點饒舌 就是一個雙PO的東西 把它拆開成單個PO 它變成兩個單PO 所以是單個PO 然後呢 這一個自帶什麼 自帶電流限制 因為它本來就在控制這個電感電流 對不對 既然在控制它的 它們也同時也在限制這個電感電流的大小 所以它自帶了一個功能 你不用特地再去做電壓 應該說電流的限制 因為它本來就在控制了 那缺點是什麼呢 缺點是 它是一個雙環系統 所以它的補償 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然後呢 如果你用的是峰值電流模式 那平均電流模式 就不需要 峰值電流模式呢 你還要做什麼 協力補償 Supercompensation 是必要的 最重要的 它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相對大 不是說很大 相對大的麻煩是 它用比較器 來做這個電流的限制 頂到就關掉 那麼它對於Noise的抗干擾能力呢 就相對比較差 因為它比較細呢 只要有一點點電壓 它就能動作嘛 所以這個抗干擾能力 是相當的要注意的事情 那因為它是單個POP 它把它拆整兩個單POP了 所以呢 一個POP 就需要什麼 一個Z 對不對 然後一個Z對應到 兩個POP 我指的是那個下面 不是原本系統的POP 所以變成2P1Z 那就回應到 這種峰值電流模式呢 包含平均電流模式 都一樣的 都是需要Type2 就可以了 當然很多時候 我們在影片也會說到 我在特定的情況下 我還是會變成用3P2Z 為什麼 因為這個系統上 我就多了一個Pair 多一個Pair 一個Pair就是一個POP一個Z 就可以讓我們Face Margin呢 大幅度的修正以及改善 所以接下來就是進入我們的一個重點 Councing On Time COT 那顧名思義就是 固定的導通時間的控制模式 那 這個 這種結構呢 有一個特色喔 你在這個電路圖上 是找不到OP這種東西的 因為它的補償呢 非常簡單 你就是把你的輸出電壓 把它拉回來 然後呢 跟比較器做比較 這個比較器比什麼? 這個參考電壓 比如說我要五幅 你就跟五幅比 你可以這麼想像喔 低於五幅就打開 高於五幅就關掉 可以這麼想像 但是這樣的 這個控制方法 就一個缺點啦 我五幅再嗨嗨嗨嗨嗨嗨嗨 那P端頻率不就很高嗎 對不對 所以Councing On Time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直至控制 只是它多了一個什麼 它多了一個 固定時間加進去 為什麼要加一個固定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限制 我的這個頻率 不會一直往上拉 但是相對來講 它就一個限制出現了 把這邊換個顏色 大家看一下 它固定這個限制是什麼 report 因為我有一個固定時間在這裡 我有一個固定時間在這裡 那麼我的電壓就一定會往上跑 然後固定時間結束後 它再往下 往下到哪裡 往下到頂到我的reference 它又重新打開 然後固定時間後關掉 什麼時候再打開 在頂到我的reference 電壓的時候再打開 這是它的一個特色 所以它的特色 右邊這邊簡單的講一下 它必須有一個report 所以COT 你就要知道它這個最大的一個 常被人家思考 要不要使用的一個最大的一個考量點 就是它的輸出是必須有report的 當然我們後面影片會講到 如果report必須減小 可是我又要用COT怎麼辦 那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 但是再怎麼說 它的report都還是比傳統的控制法 會需要大一點點 第二個 它有一個特色 它是沒有補償器的 你在這個電路裡面 是找不到補償器的 我說我指的是回路補償 在這一塊是找不到的 這所謂COT 但它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是其他控制法 所沒有辦法比較的 它的優點是什麼 大家想像一下 心裡想一下 它的優點是什麼 這個觸控啊 比較粗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減體字 優點啊 寫成繁體字啊 這個優點難 我是看看啊 還是可以的 好 那優點是什麼呢 優點就是它的速度快 為什麼速度快 因為它並沒有補償器 它就是比較器 比較器的速度 永遠比OP這種計算時間來得快 因為它根本不用計算 這就等於是一個廢話 但也是讓大家提醒一下 它的優點就是速度快 非常非常的快 好 那它到底怎麼工作呢 所以它其實是這樣 這邊簡單的 再說明一次 當我的開關啊 導通 我們在這邊一塊 這叫導通 這邊把它吐起來 這叫導通 導通的時候呢 我輸出電壓必然往上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地方進入OFF 這是OFF 然後呢電壓就掉下來 然後就這樣日复 那個這樣子一個一個日复於日 一直反覆的一個工作 那它什麼時候打開呢 它每次打開的時候呢 都是頂到這個 我畫改成紅色線 我們頂到這個reference的時候呢 它的開關呢 再重新打開 所以每次重新打開的時候 都是這個頂到這個reference 頂到reference 重新打開 那關掉呢 就是固定時間關掉 所以呢 這個reference就變成 必須存在 而且要一定的大小 你太小 我馬上又打開這個duty 就變成頻率很高以外 這個控制變成相當的麻煩 那就變成說 我的輸出的那個ESR 就必須存在 為什麼 因為我的電流流過我ESR 才會產生這個reference 所以電容的reference 變得相當的重要 而且要怎樣 large enough 必須足夠 當然我們後面影片會探討 不夠怎麼辦 我的效率又高啊 reference 然後我reference 我希望減少 那我們都知道reference 減少 ESR就要下降 所以怎麼辦 我們後面影片會說到 我們先只是簡單的介紹 什麼叫COT 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的限制 還有它的概念 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COT啊 它經常會 還有一個地方要被限制的 就是什麼 它最小的off time 是必須要被限制的 那通常來自於 你什麼呢 我們SR這種東西啊 同步整流上下 在開的時候啊 你只要上面是百分之百 那就會一個問題 表示我這個下面這個LOS啊 這個LOS 從來沒有被打開過 沒有被打開的時候呢 這個開關這樣流啊 會一個問題 它的這個驅動線路 裡面應該會一個叫自舉線路 BOOSTTRAP 這個線路一直沒有被騰浪 總有一天我的GAT的電影會放到沒電 我就沒有辦法再開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這個BOOSTTRAP要持續工作呢 正常來說 這個下臂開關呢 偶爾要開 偶爾要開 那就基於這個原因喔 所以啊 也有些客戶會去研究一下 這個COT的控制啊 最大Duty可以開到多少 或者反過來最小Duty可以開到多少 又另外一個限制 這個都是COT 你要去考慮的喔 那最大的 在這種帶SR呢 它最大Duty不能卡板子擺 那有些客戶 它是要做到最小Duty的限制 那你要去看它的那個 Spec 所以它 GENERAL來說啊 它的主要的限制來自於哪裡呢 它所謂 它的第一個麻煩 其實限制喔 你可以把它想成 你在設計上可能遇到第一個麻煩 它的T ON 是固定的 那麼也就是說 我的輸入電 你能改的是OFF TIME ON的導通時間是固定的 那OFF TIME的時間是不固定的 那麼也就是說它的頻率 是不固定的 那麼簡單來說啊 當你的輸入電壓越來越低的時候啊 你的頻率是在下降的 那電壓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的頻率就在上升 那這樣就變成說 它就變成是一個變頻的系統 這是第一個限制 也是第一個麻煩 那第二個 我們這個report啊 簡單的公式來算 其實就是VIN 減掉VOUT 然後括號 乘以T ON的時間 除以L 除以L 那這一個三角坡呢 這個三角坡的那個 MARIS 它的那個 股峰值啊 那就非常的DEPEND ON 這一個 這個Feedback的回溯訊號 就是我們的回溯訊號 跟它呢 有一些絕對的關係 那反過來說 我們剛剛不是說過嗎 ESR 如果太小 這個report就會很小 就會很小呢 你就很難的去控制了 因為它變成說 這個訊號太小啊 我們的感測也有所謂的精度嘛 或甚至有Noise的問題啊 你這個訊號最好比你Noise大 你們都有誤判 那可是大呢 我的干擾就會 那不是干擾 我的這個輸出report就太大 又不符合我的Spec 所以呢 這個第一個影片呢 我們就留一個話 為給大家想一想 那我們該怎麼辦 那這個 What can we do 就是我們能做什麼 來改善 我們現在面臨兩個限制的問題 一個是頻率會改變 一個是這個report呢 我必須縮小 我想要有COT的好處 但我想縮小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簡單的 介紹到這裡 讓大家想一想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或者說可以怎麼做 OK 謝謝 拜拜